婚礼当天,新娘惊恐哭泣,甚至一度昏厥 然而哭喊并没能打断迎亲 新郎官将她粗鲁暴起,在娘家人的围观中塞进车里 盖头披上这场婚事成为定局 这是发生在孟加拉国的一场婚礼 女孩刚满13岁,被父母许配给大摊12岁的邻村农民 面对墙架,她没有拒绝的权利 更可怕的是,此类惨剧在孟加拉国并非各地 多数贫困地区有同种愚昧观点 他们认为女性是贫困的根源 因此,父母迫不及待把女儿嫁出门去 娘家节省了开支,婆家多了劳动力 这场看似双赢的交易,成年人计算着得失 唯独没人问询过,女孩同意 十多岁被迫结婚,过早生育让很多女孩落下终身顽疾 婚后,他们还要承担体力活儿,甚至忍受家庭暴力 在目睹了身边同学的不幸,女孩小丽按下决心 绝不能像陋习妥协 清智的眼神里满是对未来人生的期许 可她并不知道此刻家里,父母正为她筹办婚礼 放学后,小丽察觉不对劲,家里多了个满脸堆笑的陌生男人 父母告诉她,这是她未来丈夫请来的媒人 不等反应,小丽手腕被强行套上订婚手镯 可她脸上分明是无助与不甘心 紧接着,母亲脱掉女儿校服,拆掉她象征少女的辫子 婶婶们也很开心用独特嗓音庆祝这场订婚 小丽绝望的明白,仅凭少女的力量根本撼动不了害人陋习 其实孟加拉法律早就明令禁止同婚 可当地人非但视若无毒,同婚现象还有增无减 为此当地政府甚至打算将法定婚礼,从18降至16岁 婚礼前晚黑夜漫长且煎熬,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出现了 新郎接到通电话,她脸色大变 有人举报了这起同婚,有关部门正在赶来阻止的路上 这一次,小丽的人生会迎来转机吗? 孟加拉小伙放弃高额嫁妆,娶了小她12岁的新娘 背后原因却让人后起发寒 我已经有更好的提案,但我并不喜欢女儿的行为 一位好女儿就去学校和回家,那就是 这是一个人,Bizley在娶着 25岁的Shamel选了13岁的Bizley 男人口中的新娘小丽不过才13岁 年纪小好,控制是她给未婚妻贴的标签 男人甚至开始畅想温厚生活 孟加拉国是同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治理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在15岁前就嫁错人妇 更荒诞的是这样的陋习在当地人看来 不以为耻,反倒还大肆推崇 面对镜头,村里的长辈发表了匪夷所思的言论 为合理同婚,当地人谎报女孩年龄甚至伪造出生证明 哪怕最终被警察发现,他们还会打游击战 将婚礼转入地下秘密完成 因遭到举报,小丽的婚礼转为秘密进行 约黑风高,那个曾立志考学当医生的女孩 此刻已然认命,她神色暗淡,一声不吭 在扰人的喽喽声中,小丽被要求 和丈夫围绕篝火走上七圈 寓意结为伴侣,七世不分 可这样的欺负仪式在13岁的女孩眼中 更像是一种催命诅咒 整场婚礼下来,所有人都面带笑容 只有小丽难掩悲痛 她一度扑倒在母亲脚下坑 母亲却不为所动 因为她也曾这样过来 直到小丽被塞进车里 营救部门也指着味道 小丽没能逃脱宿命 一周后,纪录片导演终于再次找到小丽 丈夫难言喜悦得意 小丽眼神里却只剩麻木空洞 根据纪录片不干涉原则 导演不得干涉被涉者生活 但小丽的一番话让所有人内心都无法平静 注意观察这个女孩眼神的变化 这是她一周前的样子 自信坚定 眼神中分明闪着光 而这是她如今的眼神 目光中只剩下麻木 茫然与空洞 宝版同婚让曾经灵动的女孩变成如今颓废模样 而大她13岁的丈夫在一旁眼神乱转得意的笑 此类悲剧在孟加拉国并非各立 戈壁村的小家同小丽一样 13岁被父母嫁人 14岁成为孩子母亲 将她眼神躲闪 纪录片导演假借兜风名义将她带出家门 小家终于敢诉说婚后的悲惨 不仅如此 丈夫对她还极为粗暴 村里也没人同情她 因为类似情况 大家早都习以为常 过早生育让不少女孩患上疾病 严重的甚至大小便世界 而能提供治疗的医院在孟加拉国却极为稀少 大部分女孩只能忍受无尽的折磨 绝望的处境中 偏偏有这样一群人 与同婚陋习展开了较量 村民阁西组织了一群有志青年 挨家挨户宣传陋习的危害 一旦听说谁家打算出嫁女儿 他们便会第一时间登门警告 不惜得罪村民为代价 革西前后解救了几十名女孩 让她们能继续求学 自主选择职业 摆脱陋习的质故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场正义的背后 源自一段心碎回忆 这就是由半岛电视台于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 《孟加拉同婚》 讲述了同婚陋习带给少女的悲剧 在本该逐梦的年纪 他们被套上枷锁 过着毫无希望的人生 尽管已经有人行动起来 但想改编根深蒂固的旧传统 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官员 唱谈纪录片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